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规划了将近300坪的公益回汇空间 要作为公共幼儿园来使用 预计117年 崭新的市长副市长宿舍就会完工启用 在众人职场动土之下 备受瞩目的市长官邸都庚案正式启动 地点就位在板桥文化路一段 过去是旧官邸 但因为屋况老旧 经过评估决定结合周边私有土地 公办都市更新 未来完工新建案将包含 实户的市府宿舍 提供包括市长 三位副市长以及秘书长使用 虽然我用不到 我完全用不到 因为这里要新北市会分回来 有属户 主户 设设 未来市长是要住这里 所以市来市长 还有三位副市长 还有秘书长都会住在这里 这里住在这里有个好处啦 下班就是上班 还有分了38户的住宅分回来 还分了59个汽车位置 那多好啊 预计117年完工的都庚案 将一旁的合作金库银行也一并纳入 这也是市府推动公办都庚 与金融机构合作的首例 除了提高耐震设计 零路退缩四公尺作为人行道 其余还有防灾动线开放空间 以及公益回馈的幼儿园 尤其我们对面是新北市最好的高中 板桥高中 所以我们落差不能太大 所以未来我也会把板桥高中 比较老旧的地方好好的翻新 这样复应起来 不然你这种新的 白玉高中老老了 这样也觉得不好 所以这就要去互相复应 所以我一定会把板桥高中 再重新在校制的兴建场 会重新调整步伐 你们既然在两边兴建的过程当中 都有一个现代化的高中 有一个好的公共优源 有一个好的足处室舍 让大家愿意再度为新北市努力 让新北市民会更好 两栋各7层和26层 地下5层的住宅商办大楼 未来将是复合建筑形式多功能使用 也将一改过去老旧闲置的 该处旧城市影响 华丽变身 位在了台中北区的肉品市场 曾经是台中市最脏乱的 零币设施 那么市府市积极来推动转型活化 将土地规划为设宅 复合式冷链商场 以及赤资1亿480万元 打造猪式圆满公园 设施造型可爱 好疗愈 还有便民的阳光公测 在今天正式启用 小猪魔法棒 轻碰大猪气球 七彩纸片飞扬 台中北区猪式圆满公园 主题游戏场 欢乐启用 把这个猪的拍卖 跟猪的这个屠宰 翻散到其他地方去 那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蛋白区 现在变成蛋黄区 那我们把它土地 这个地方高达六公顷 是台中市区内 最大的一个空地新生地 那我们其中 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 两公顷做公园 市区这么大的新建公园 很少见 那命名为猪式圆满 因为原来它是 猪的屠宰场跟拍卖场 小朋友装扮粉白小乳猪 哼歌起舞 里迷们藏不住激动于喜悦 因为这里曾经是 脏乱的领币设施 一天有约两千头的猪 在这里进行屠宰 台中市府积极推动 北区肉品市场转型活化 将土地规划为设宅 复合式冷链商场 以及赤资一亿四百八十万元 打造以猪为主题的猪式圆满公园 设有小山猪造型的游戏区 沙坑滑梯 木猪摇摇乐等 转变为全灵友善 共融的邻居公园 我们建设还没有停止 包括旁边的设宅正在干 那另外商场部分 大概明年要开工 另外我们在这里面 它原来有一个圆形的猪的一个拍卖场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很感谢 那有民间那愿意来捐建 捐建成为一个小型的文化博物馆 那这是美乐地公园里面 3.0的优化 一方面我们加了遮印 另一方面呢 我们在阳光厕所里面 我们让男女侧间比 我们由1比3增加到1比5 另外坐蹲比 我们也变成3比2 那非常的舒适 三座坐的就两座是蹲的 让民众可以自由选择 而不是一室是蹲的 或一室是坐的 大家有更多的人性选择 这是台中市在公共施政方面 比较细腻的地方 俏皮小猪折其耳朵 这个装置艺术就在厕所门口 市长卢秀燕强调 男女侧间比坐蹲比的重要性 不仅公园友善 更打造最便明的阳光公厕 桃园市西门国小校舍呢 因为结构安全疑虑 三年前拆除重建 那么今天落成启用 崭新的校舍采现代化的设计 拓宽走廊空间 让校园变得是通透明亮 整体环境更加的美观 提供学子良好的学习环境 熟练的拉着大小提琴演奏 同学们带来精湛的弦乐演出 让桃园市西门国小新校舍的 落成启用典礼增添文艺气息 新校舍楼层间的动线流畅 加上更明亮宽敞的空间 能提供孩子们更好的学习环境 因为耐症的一个系数不足 因此这一栋就进行来重建 那其实在重建的过程 其实大家也非常辛苦 因为遇到了缺工缺料 以及疫情的影响 那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终于今天我们进行 落成启用的典礼 也希望提供孩子 一个更好的学习空间 新校舍包含13间教室 一间演艺厅 会议室 校室室及行政办公室 带动整体校园环境的美化 西门国小校舍因安全疑虑 三年前拆除重建 期间历经疫情缺工等问题 如今终于完工启用 谢谢施工团队的辛苦 能够把这个工程好 顺利的完工 那么总经费大概两亿左右 其中教育部补助的 大概一亿四千万 也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级的 外面委员委员民意代表 帮我们支持 我们市政府再贴了六千万 能够把这个工程完成 现代化的新校舍 吸引不少学生及家长 驻足欣赏 全新的教室及设备 有助于提升学生们的 学习意愿 市府将持续协助 桃园各级校舍更新 让学生能在更好的环境中 丰富学习和成长 河道排红才能够来 保护住家的安全 那么新竹县宝山香南坑溪 这个边坡冲刷 结果沙石流失 花费一千六百四十万 要来披荐百米长的护岸 左右岸高低落差大 也要垫高四十公分 并且会分五期来打造三条步道 要串联到新竹市 完善生活圈的休憩功能 五十搭配激阳鼓声摆动湿头 众人持相祈福 宝山南坑溪互按改善环河步道 举行动图仪式 二核分属的支持下 那核定了一千六百四十万元的经费 那二核分属同时也补助了一千两百八十万元 来给予保山香公所 来发包进行这一个河岸 故床以及我们的应急的工程的一个实作 即将在我们的113年的年底来完工 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克亚西上游的这一些支流 能够让民众有一个安全无余的一个生活 黄土飞扬 南坑溪河道边坡冲刷 土石不断流失 影像排红功能 中央补助地方自丑 花费一千六百四十万 要施作长一百二十八公尺的护岸 避免土壤流失 预计沿地完工 另外南坑溪左右岸落差大 将垫高四十公分 规划以八千一百万分五期工程 打造南坑溪水尾沟溪和克亚西三条步道 目前正式做第一期 线管河川的部分 来做我们的这一个人行步道 以及我们的自行车步道 来做这一个设置 那预计要分年分段分期 总共分五期 那总经费将近八千万 可以连结我们到 我们二和分署所做的 这一个克亚西的防汛道路 一直到我们的青草湖 还有整个的环湖步道 五期工程预计三年内完工 未来步道将串接到新竹市青草湖 让宝山居民休息路线更多元 完善大行主生活圈 桃园市美术馆捷运工程总经费 暴涨对于市府的财政 是造成了负担 桃园市省计处到市议会来 进行年度预算的报告 特别点名桃园捷运绿线 以及美术馆的工程费 分别已经超出了229亿 还有28亿 督促相关的局处要尽早完工 提升财务效能 桃园市省计处副市议会报告 市政府112年度的预算 省计处长张汉清指出 桃园的捷运绿线工程 暴增至1211亿 应尽快完工启用 以免对市府财政造成负担 捷运绿线总经费员 预计982亿余元 唯应营造工程成本上涨等因素 上修工程总经费为1211亿余元 增加约23.32% 期待研磨因应措施 必确保各路线建设如期如指进行 省计处指出桃园市各项捷运建设 陆续启动 新建资金需求攀高 加上央行升息导致借款成本上升 市府应该研讨因应措施 确保各路线的建设能如期如指完工 另外延宕近两年的美术馆工程 也被点名虚改进 其中实际支出金额或变更 金额较原包包 预算增加预议预算以上 或增加比例 达30% 既有美术馆新建工程等18案 清浦尔美馆在4月落成启用 一旁美术馆却延宕至今尚未完工 省计处指出 美术馆徒增28亿的经费 却存在工区积水 未设置安全措施 钢构品质不佳及屋顶漏水等缺失 督处市府严理对策改善 桃园市议会将在明天进行联席审查 桃园市112年度总决算 月底新会期开议 市府的财政问题势必成为质询焦点 哇 现身和投资群组 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 下载APP 投资储值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 真的是诈骗 打诈新事法上路 扫荡投资诈骗 也逞诈欺犯罪 罪重关12年 有一例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诈新事法 加重刑法 共同打仗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小时候大家想做什么样的职业呢 台中山城第三座植探中心 今天正式的在石缸国中启用了 希望从在地的产业出发 透过职业探索与体验的过程 让小朋友在探索未来的过程当中 也能爱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 请拉伸 拉开红布位于石缸国中的 指探中心正式启用 要给在地学子们探索 更多未来的职业选择 我们指探中心大概是为了国小五六年级 跟国一的一个学生来做一个职业试探 比如说有课程以及有体验的课程 让他了解将来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种类 并且跟民间单位共同合作 石缸的指探中心虽然在110年已经有相关的一个课程了 但是都是在别的地方上课 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马上跟卢市长报告 市长也大力的支持 就拨款600万元 在这边 在这个指探中心成立之际 我们也是希望小朋友有更多指探的机会 各式鼓泪与辣酱摆在桌上 小朋友们听着料理教学模样认真 一旁首座教室还有薄薄彩绘的成品 山城地区一共有三座指探中心 涵盖了15个知群中的一半 分别是以电机观光体验为主的清水锅中 以艺术家政体验为主的安和国中 还有今天揭牌以食品农业设计相关体验的石岗国中 从在地产业出发探索职业的过程中 也能了解自己家乡的优势 最后爱上自己所在的土地 促进在地生活在地就业的愿景 那在这一个地方呢 让孩子对我们的土地有更多的一个理解 特别是在六星食农 从农土地农产到农产品 农产品加工 甚至到了观光 到了六星集产业的一个友善土地 永续耕耘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体验过程当中 幸福快乐 之外能够对自己未来的一个人生呢 也许更可以在地生活 在地学习 在地就业 我觉得可以帮助到之后 我们长大之后要选择职业的 就是可以有一个辅助 让我们可以找到未来最想要做的职业 透过职业试探 从小了解自己与外界 一定能像气球上美好的住院一样 起飞洋行 活用引发人力资源 苗栗县政府成立全台首座 轻盈共荣引发人才服务据点 正式接牌启用后呢 未来将会致力协助 五十五岁以上的中高龄者 提供专业的就业辅导与支持 让引发人才重新的进入职场 开创无限潜力 苗栗县县长中东井带领贵宾 共同接牌 象征轻盈共荣的全台第一座 引发人才服务据点正式启用 请接牌 随着社会高龄化的加速 中高龄 劳动力的再运用成为重要课题 藉由据点的成立 为五十五岁以上的中高龄族群 提供多元且友善的就业服务 协助大家重新进入职场 很多这个友酸企业 包括很多知名的大企业 他都愿意聘用引发族 所以我们苗栗 有想要聚会的引发族 真的就不要客气 打电话来查询 还是直接到我们这个 这个青创中心 我们来这边报名了 这边登记把资料送过来 我们一定会没合 最适合他的工作 然后就在他家的附近 我想这样做起来 既轻松又愉快 然后又赚一点零用钱 然后又肯定自己 据点将提供一站式的就业服务 包括就业媒合 职业咨询 轻盈世代交流活动等面向 另外据点特别设置在 苗栗县青年创业指挥部 更期许引发朋友 与青年一起交流 传承丰富经验 年轻了 他并不是看你的年纪有多少 而是看你的心智上面有多少 所以其实你只要勇敢的走出来 愿意出来工作 愿意出来接触社会 那其实就是一个年轻 所以我们未来在这个点来说 就是希望做一个 亲盈共融的一个好的环境 那也希望 各位中高龄的朋友 也包括年轻的朋友 如果有需要任何的服务 都欢迎到我们的这个据点来 这次共有四家企业厂家 释出了中高龄级高龄者工作机会 幸福也将结合各局处 共推中高龄劳动参与 齐心打造活到老 学到老的幸福苗栗 千诸重阳节 永和妇女会与知名的美法业者来合作 在新北市永和国父纪念馆 举办了大型的一检一趟活动 那么这项活动已经举办了有22年了 现场呢出动了将近200名的工作人员 来替800位的长者服务 场面相当浩大 永和国父纪念馆挤满人潮 上百位的长者排排座 有人来剪头发 也有人来烫头发 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美法沙龙店 剪头发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烫头发的话 前后大概两个小时 对 所以说活动从早上8点到现在12点 大概你已经服务了几个长者的那个发型 大概有20几个吧 还好因为有小朋友可以帮忙 那一千多块 一两千一千多块 本来都800 本来800后来长一千一千多了 我孙子也是在外面烫 在这边呢 免费的啊 他们服务我们的啊 烫头发不用钱 直接献审好几千元 还有专业的美法师 帮忙吹出一头漂亮的发型 让婆婆妈妈开心的 还有台上的表演 人生机遇就像球 有的鼓勇的脸 吃亮的滋味 你我早晚要听闻 热闹啊 烫头发又不用钱啊 烫头发还可以看表演 对啊 还可以听歌 还有跳舞啊 对啊 烫头发的时候就不会无聊 不会啊 不会啊 这么多人 庆祝重阳节 勇和妇女会与知名的美法业者 连续二十二年的合作 在勇和国父纪念馆举办大型的免费 一检一趟活动 现场出动了近两百位的工作人员 要帮八百位的长辈弄出满意的发型 萨斯的时候 安良堂是不能接外面来的 所以我们就留在勇和 那时候慧淳理事长 我们妇女会的理事长就很克服困难 什么办法能在地勇和给老人家服务 后来就开始在勇和国际计刃馆的时候 我们砍那个什么 延长线啊 很多困难哦 好像在曼都杯的比赛一样 发电机啊 电都不够嘛 那在这里到二十二年来 经过历界的几个理事长 大家都很支持 满意满意 还有妇女会 妇女会那个文庄啊 就帮我们报名 就很简单来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开始就 领那个号码牌就可以趟了啊 要感谢他 要感谢半都的小姐 顶着美美的全新造型 再来拍照打卡留纪念 这场一检一趟活动 让银法族从头没变 提前度过一个特别的重阳佳节 苗栗县造桥乡龙生国小 这校内的排水沟系统老旧 好大雨的时候 宣泄不及哦 不但造成了校园内淹水哦 也颇及到了一旁的农田农作 引发了居民的怨言 那么校方是争取排水系统诊件 县长中东景就专程来视察 同时也来关心校内学生的上课情况 造桥乡龙生国小 是位于台一县旁的乡村型迷你小学 有50多年历史 极端气候好大雨不断 校内排水系统无法因应 不仅来不及宣泄造成校园淹水 向外排放也影响到邻近农田 排水系统不顺跟排水的宽度不够 那再来就是排水系统呢 是导入了邻家的这个农地 这样会造成邻家农作物的一个损失 改善问题校方提出校园排水系统诊件工程计划 争取400万经费改善 县长中东景专程前往视察了解 不但承诺协助经费 也将一并处理校园停车场改建工程 可能是因为他们以前盖校舍的时候 没有按一次施工 用分阶段完成 所以排水的设备并不是那么完善 那我觉得是一次到位 让他将来的排水下一天没有问题 如果能够顺利完工之后 学校的积水会大幅度的改进 那也可以把这个排水的方向来导入 我们正校门口的这个方向 不影响邻家的这个农地 我们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部分 刚刚我们县长也隐落了 就是一并在这个计划当中增加一些预算 然后在我们的排水系统完成之后 也一并把我们的停车场的这个铺面能够做到一个完善 龙山国校也是苗栗县野拿实验教育学校 执行三年下来 学生人数不减反增 从17人增加到42位学生 让一些家长看到这里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价值 一个自律自主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习惯养成 那我们从四年前的全校17位小朋友 那至今今年是42位 那分散在两个班群 一到三是我们低年段 四到六是我们的高年段班 实验教育提供家长在常规体制外的另一种选择 县长关心学生上课情况 肯定办学成效 我们投资在教育上面的经费 也绝对不会输给外县市 那如果先天上我们一直把自己优秀的子弟往外送 当然我们又嫌自己的教育不好 这样是不会成功的 我希望我们苗栗人要以苗栗为龙 我们希望县民和大家鼓励自己的子女 尽量在苗栗就学 全力支援教育经费 打造苗栗县优质教育环境 县长鼓励苗栗子弟 在地完成国民教育课程 用Google来搜寻很方便 但却是有人恶作具有篡改校名 全台有不少的国高中还有大学受害了 新竹县超过有十所学校 这校名就被更改了 像是竹北高中被改成国立麦当劳之家 那么有学校就发布了声明 要踩法律的途径 二稿校名已经是涉及了妨碍名誉罪 打开Google地图搜寻 就能及时找地点很方便 确凿有心人士恶作具 篡改全台学校的校名 新竹县已有超过十所学校受害 有关这个更改校名的部分 那我们本局目前是持续地在掌握相关的情资 那也跟校方这边第一时间达成通报来了解 后续可以怎么处理 那这个犯险这部分呢 这个犯罪部分我们也持续呼吁 网友确误以身试法 那可能会涉犯到防御电脑使用 以及伪造文书等刑者 二稿Google Map 竹北高中被改成国立麦当劳之家 苗栗农工变成猴子职业学校 中南部与北部国高中 甚至大学校名出现监狱 山猪骑士等负面侮辱性字眼 县内包含新浦六家 二重国中和虎口高中 已有13所学校页面被二稿 有受害国中在网路上发布声明稿 对侵害效益行为将采取法律途径 对于这个跟实际情况不符 就会有涉及到刑法 那今天还要再引发 还要再了解是说 会不会因为这些情形 又再造成 比如说民众他要找群 这些机关都找不到 那可能也会引发其他的情形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确实注意 不要以身试法 二稿校民可能涉及妨害名誉 处罚将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万五千元罚金 刑警大队呼吁民众切勿一身试法 又有人上当了 有钱要进来了 想要你干你 警察一定抓到你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 打诈新司法上路 严惩诈欺犯 骗越多关越久 最多关12年 最重罚三亿元 提高假释门槛犯 三次不得假释 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 已经骗的会被抓 骗到的没得花 守护诈骗被害人 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 有一律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诈新司法 加重刑罚 共同打诈 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科技执法成效看得见 台中乌日高铁站 设置科技执法之后 中秋假期 有二楼违规上下车零件 相较近年来 春节还有清明等廉价 举发超过500件是大幅下降 而且周遭围停超过三分钟的 仅有36件 相较去年89件 降低了四成 车辆停在高铁台中站 二楼兼送亲友旅客 这里平日车流人潮就多 为了维持交通制式 警方设置违规停车 侦测执法设备 今年中秋节当天 二楼违规上下车 见数归零 大家都蛮手法的 我家就搭捷运去就好了 我就不用开车去 除非有接人 接人是就打电话或LINE 你已经出来了 我在进站就好了 二楼送客区满满标志 提醒民众送客到站 超过三分钟就算违规 AI科技随时会进行取缔 110年设置到现在 每逢春节 清明等廉价 举发都会超过500件 今年中秋节没有廉价 再加上守法观念提升 二楼违规取缔件数零件 而周边停车超过三分钟 也大幅减少事成 虽然今年中秋假节只有一天 不过我们有民众还是有自己请假 所以其实在今年的高铁站的部分 还是有明显有车流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派了25名一交 那150名警力加强加用疏导 去年中秋连续假期 科技执法举发为89件 那今年的中秋节 14日到16日仅36件 跟以往过去的廉价比较 今年违规的情势 有明显的大幅下降趋势 科技执法有存 民众对于周边交通规范更加注意 不贪图一时方便 就怕一不小心收到罚单 新竹县宝山巷有两座水库 但是自来水普及率 只有三村达到了95% 其余的七村都不到70% 于是花费了3200多万 在三丰油田还有宝山村 进行沿管工程 十个路段开挖买管 预计年底前完工 要让饮用水更加的方便干净 地面长长一条深沟 外手把水管放入覆盖土回田 宝山寄来水普及率86% 许多住户只能取用杂质多的地下水 沿管工程争取多年 终于动工失作 除了双溪村 大祈村 以及我们的双新村 三个村比较集中区域的住户 是达到95%以外 其他大概都是70%左右 三个村 十个路段 居民这一次 因因期盼了二三十年 终于现在有自来水 不用再喝 我们的这一个 有含有石灰值 含有铁值 这样不干净的 这样的一个自来水 有宝山和宝二两座水库 但全乡自来水普及率 只有双溪大起 双新三村达到95% 其余七村都不到70% 水利署县福补助 加上公所自筹 花费三千两百多万 十座四件沿管工程 包括三丰路八九零 三丰一路 油田村通雪路 与新湖路二段 还有宝山村 新湖路一段等 十个路段开挖埋管 总长5.9公里 四件案子是三丰村 油田村 以及宝山村的四件案子 总共十个路段 我们也希望我们宝山乡 因为有两个水库 提供我们的高科技园区的 这样的用水 以及大新竹的用水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宝山乡民 能够喝到好水 能够提升我们的 自来水的普及率 盐管预计年底前完工 让三寸六十户 有干净的自来水可饮用 不必周车劳顿 在山泉水或抽地下水 生活更便利 健康也有保障 桃园市发行的一身好运卡 今年三月推出以来 是受到了市民的好评 为了缩短发卡的时间 妇幼局从9月25号起 将申办的系统与市民卡结合 由各区公所来进行制卡及发卡 预计将会减少10到12个工作天 大幅的缩短了等待的时间 桃园市府为保障孕妇出行的安全 不仅推出好运专车 之后更是发行了一身好运卡 合发资金已超过9400张 为了提升发卡的效率 妇幼局9月25号起 保留原本的线上申请及审核的流程 但制发卡由各区公所负责 预计将减少10到12个工作天 造福有需求的妇女朋友 我们一身好运卡的申办流程 也开始的简化了 那现行在育儿资源网申办的系统 我们将与市民卡来做整合 那从9月25号起 原本的线上申请跟审核的流程 是维持不变 但是制卡跟发卡就改由区公所来负责 那申请人只要在收到 审核通过的简讯后 就可以到所选择的区公所去领卡 对于一身好运卡申请的时间缩短 民众非常的认同 之前申请完所有的手续还得等卡片寄送到家 未来收到审核通过的简讯 就能够直接到区公所领卡非常便明 如果可以提早领到卡的话 我们享受的福利也是可以比较快去享受 因为有时候可能产检或者是要出门 其实越早领到卡 我们就可以越早使用它 就是方便我们出门 富有发展局表示好运卡优惠再扩大 除了原先合作的五家药庄通路 从9月17中秋节之后 新增了大树新资深全球美康 承安连锁药局 孕妈咪将有超过220家药局 想相关的好运卡优惠 让桃园成为支持孕妈咪的友善城市 为救护第一线来增添助力 新竹县救护益销一共是有300人 展现扎实的训练成果 消防局举办益销总队长辈 全线救护竞赛 那么11个益销分队一共是有66人参赛 模拟删去创伤还有欧卡案件 考验及时止血 还有失作CPR的急救能力 男子被巨石压住 满脸是伤痛苦哀嚎 删取拧针的情境 要考验益销人员的救护能力 益销总队长辈全线救护竞赛 在株被举行 平常我们救护益销 救护邪行的时候 主要是辅助者的角色 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救护竞赛呢 那让他们自己成为事件的主角 那他们必须要去熟练 主副手之间的角色 然后还有他们的任务分工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要实施所谓的高品质CPR 要压得深压得快 然后莫中断 协助警销救护 益销平时在救援现场担任助手 展现扎实训练 这次前来消防署与外县市资深教官当评审 全线11个异销分队66人参赛 考题包含身躯创伤 高铁站停止心跳 还有自动行费复输机 三种类型 参赛者需快速找到出血点止血 或及时做判断 把椅子上的伤患搬到地面 失作深压快压的高品质CPR 高铁异销救护分队是11个队伍里面 最新成立的分队 但是可谓是出身自主不畏虎 那高铁分队派出来的选手 有两位之前也曾经有参赛过的经验 那另外有两位算是新手 处置应对上面都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尤其是在QCPR的部分 他们两位选手的成绩都是达到99分 几乎将近满分的成绩 所以能够获得第一名的成绩 最后高铁一销以99分最高分拿下第一 新浦和丰田分别获得二三名 优胜队伍明年将代表新竹县 参加全国竞赛 展现救护实力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杨学会是假账号 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 活之将亡 必有妖孽 那是什么 没犯法啊 要是我一定立法 填半 严惩 增加更多的打炸工具 蛤 现在已经有了 打炸新刺法上路咯 不能够我命打工具 严惩诈欺犯罪 最终关12年咯 全民来打炸 反炸165 反炸有你我 打炸新刺法加重刑罚 共同打炸 欢迎回到TNews 联播网 根据统计数据呢 国际旅客当中 韩国旅客造访高雄的成长率 月升第二 因此呢 市府观光局与新闻局 共同携手观光旅宿 还有餐饮等业者 赴韩国首尔举办了 国际观光推介会 那么拉拉队女神安之轩 也以新高雄人的身份 为高雄的观光来助阵 各式各样的商品摆满桌 这些都是来自高雄的特色商品 高雄市观光局和新闻局 共同攜手各大旅馆 旅行社 餐饮 游乐园 伴手里业者和世界级的 美食职人团队 到韩国首尔举办国际观光推介会 而会选择韩国作为首场 国际观光推介会 就是因为韩国旅客 造访高雄的成长率 月升第二 那现场呢 我们以卡松比 也就是高CP值 作为这次的行交主题 卡松比高雄 在现场也引起超过 100位来自韩国的 这些官方旅游业界 甚至媒体 甚至还有偶像明星 都来到现场 目前韩国旅客造访台湾 位居全世界国际旅客的 第三大国家 那特别我们注意到 去年的数据呢 韩国旅客造访高雄的 这个成长率是第二高 也因此我们今年选择 韩国市场作为高雄观光推介的重要的国家 那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带了非常多高雄在地的观光旅游业界 那包括旅行工会 旅馆工会 民宿协会 甚至呢 有非常多高雄在地的职人 饭店 游乐园等等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高雄最棒的世界冠军 也都让所有韩国的朋友知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高雄人安芝萱 谢谢 高雄在地职棒队伍的 韩国籍啦啦队女神安芝萱 也应邀出席推介会 为高雄观光队助阵 不但分享六合夜市 还有可以媲美首尔南山塔的 寿山情人观景台 此外还有韩国民谣摇滚乐团 也分享在高雄生活或旅游经验 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邀请到 在地的旅行素描乐团的 Luca来到现场 现身说法 那也分享他在高雄旅行的一些影片 以及他为高雄所创作的歌曲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最可爱的 这个漂亮宝贝 也是我们的新高雄人 安芝萱也来到现场 那用他成为新高雄人之后 发现对韩国非常友善旅游 而且有很多的美食美景 他很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角度 把高雄介绍给韩国朋友 我们也期待这次的观光会见会 能够吸引更多的韩国朋友 造访高雄 旅行台湾首选高雄 观光局表示 目前高雄直飞韩国首尔仁川 金浦以及福山共计37个航班 只需要两个半小时 就可以往返高雄与韩国 10月份又会有更多的航班 高雄拥有海纳百川的国际美食 各式精彩节庆活动 充沛的住宿量能 及多元族群的人文风情 绝对是可以满足韩国朋友 各种旅游需求的最佳旅游目的地 桃园最夯的旅游景点您去过了吗 观光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的观光数据 老杰西步道首度参赛就以501万人次 4.6颗星的好皮拿下了冠军 而大溪老城区则以341万人次紧追在后 都是相当受到了民众喜爱的旅游好去处 老杰西几下去年最受欢迎的大溪老城区 成为最受欢迎的景点您知道吗 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 今年上半年老杰西就吸引501万人次造访 而大溪老城区以341万人次位居第二 第三则是由194万人次的虎头山风景区拿下 让人好奇第一名到底有什么魅力 开盖过后 我们的老杰西就变得很漂亮 就是有整顿 还有平常也很多里面在跑步运动 因为我从小就住在这个老杰西市附近 我是住三重桥那边 结果这边那个以前还没开盖的时候 都是下面都是脏乱 每下大雨必淹水中立 新民市场这一段就这一段就淹水 那改善过后都不会淹水 水也不会二臭了 老杰西全长约22公里 穿过平正中立与大圆等地 新荣里长邓秀珍认为 改善后环境提升 提供优美的修气空间这点非常重要 且随着地方发展周边环境 有捷运站火车站等便捷的交通 临近新民市场中平路故事馆 及河川教育中心也成为受欢迎的一大关键 现在的旅游模式已经不像过往 就是一个景点型的这种开车到景点的旅游模式 很多的更多是在这个交通节点 或是大家熟悉前往或是家里附近的这样子节点 慢慢形成聚落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型的这样子旅游模式 那我们熟知的包含就是台中的一中双圈 或者是爱河高雄的爱河或者是说台北的这个101等等 都是这样的模式 旅游形态的改变从老街西丰富的景观与周边设施来看 爆红实至名归 而本次统计结果依照行动装置定位采计 经过一年的资料搜集才完成 我们会排除就是居民以及这个工作人口 只会采集这个外来的游客 那必须在这个老街西这条狼带上面呢 待一定的时间以上才会采集 所以这个数字来说呢 其实我们每年观察它都有成长的趋势 所以我们才会特地在去年 就是依照这个电信数据 把它做成客观的数据分析 并且提报给这个观光署 官吕局长周博英也建议 民众可多利用U-Bike前60分钟的免费服务 走访周边景点细细探索西流两岸的历史痕迹 也感受都市里潺潺水深流动的变化 影迷们看过来 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在10月18到27号要登场了 那么这次的影展推出了十大亮点单元 超过有十部的特色长片 以及动画嘉年华等活动 9月20号中午12点起正式开卖 那么市长卢秀燕呢 更是化身成为了主播 邀请民众一睹超萌的五大IP 疫情启动 这次的影展推出十大亮点单元超过十部特色长片及动画嘉年华等活动 更宣布9月20号中午12点起在OpenTix售票系统正式开卖 一部都是在国际间获奖不断的 然后呢这几部是如何用动画去表演出像演员一样很强烈的那种表演的演技是我特别选出来的 台湾其实有很多声音表情很棒的很厉害的人 然后我希望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角色可以让大家一起参与 除了台湾本土动画八戒更邀请到获得国际动画影展大奖 喵的奇幻漂流首度来台现映 共超过150片动画让影迷们一次满足 保存传统客家文化以及客家精神 苗栗市公所呢结合传统流行曲风以及新世代客家音乐 举办苗栗市客家歌手演唱会 邀请苗栗市客家儿童合唱团 资深客家艺人以及团体演唱客家金曲 打造在地特色的音乐盛典 客家山歌客家采茶戏的精彩演出 还有美籍客家歌手贾斯丁带来客家歌曲《英雄类》 让大家抢先感受客家音乐的魅力 结合传统流行曲风及年轻一代的客家音乐 苗栗市公所将在文官局中正堂举办 苗栗市客家歌手演唱会 由资深客家艺人金曲艺人 及苗栗市客家儿童合唱团等共同演出 打造在地音乐盛典 苗栗县县为客家大县 县长中东景积极推动客家语言 期盼借由猫力客曲满山城客家音乐活动 保存客家文化及客家精神 美国的客家台人 尤其是美国的客家发技术研修学习 包括客家文化、客家三国 尤其是美国的大县 当然除了感觉到客家的国宿 和客家国家的县 下国人以外 当然没有希望说 我们普通台中所有客家乡亲 台客共同学习客家三国 台客是海洋机的 鼓励民众踊跃参与 市公所也安排抽奖活动 传唱客家好声音 还有机会将大奖带回家 来看到喜憨俄剧团年度公演 我的海底队友 石院将会在高雄公演 演出前特别就安排了 憨俄粉末登场 小秀一段新剧 憨俄们不但享受表演的当下 也感觉不到紧张 那么剧团是欢迎民众 可以踊跃地购票 一同来支持推动喜憨俄艺术疗愈 喜憨俄剧团2003年起 进行年度公演 今年10月将迎来 第20场的年度公演 今年居民取为 我的海底队友 顾名思义 全剧充满了许多海洋元素 在服装的衬托下 从小丑鱼 龙虾到乌贼 演员们小秀一段 大方地展现海中生物的独特亮点 我们是小丑鱼 我们不只很漂亮 我的海底队友 鲤鱼出现在这个深海里面 是一件不太一般的事情 就很像是我们的 憨俄演员 他们其实都是人 但是呢 它只是比较没有那么适应 这个深水的环境 海水的环境 但呢 当这只鲤鱼不小心 跳到了这个海水里面 这一群海中生物们并没有排斥它 而是带着它成为它的好队友 我的海底队友是描述梦想实现 以及过程当中彼此友谊的激励 全剧共有13名憨俄 加上家长志工的投入演出 而其中担任主角鲤鱼的立维 排练从不缺席 动作及表情更是丰富 导演认为这群憨俄演员 都十分享受表演的当下 我可以感受到表演里面 有一种很纯粹的一个力量是 我在台上我就是活在当下 我就是享受在那一刻的感觉 从他们身上 总是可以散发出这种能量 每次排戏我觉得 是大家的快乐 因为有时候看他们排戏 你会觉得实在是太好玩了 因为有时候他们的演出 你会出乎于你的意料 喜看额基金会推动艺术疗愈成果丰硕 连续20年举办戏剧公演更是不简单 社会局代表及长期赞助的爱心企业 看到孩子表演时 一再展现自信都相当肯定 让很多声音障碍的孩子 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舞台 找到他自己的优势 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样的一个剧场 我们也呼吁我们所有的朋友 大家都能够多多来支持 为了让戏剧公演获得广大的回响 除了爱心企业认购票券 喜看额基金会也欢迎民众 10月5号下午即晚上 前往高雄文化中心这餐厅购票欣赏 用行动来支持这群优秀的喜看额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检疫的急救药品 恒灾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就是加强固定 一般超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 今天木雕名人堂系列专题 要介绍的木雕师 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系毕业之后 便在三亿成立的工作室 从当地的木雕代工作起 并且以自家养的猫 为灵感 将各种可爱的姿态 用木雕来呈现 她是木雕师丁袁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丁元倩 我是云林人 然后我毕业于国际台湾艺术大学的雕塑系 然后我主修的是金属焊接跟木雕 那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木雕馆举办的新传营 认识了这边的老师 然后也是后来就想说 毕业后那我们也可以来三亿继续做木雕 所以就约了朋友 然后一起来三亿成立工作室 刚开始来三亿的时候 那时候主题就会比较倾向于 就是符合在地的需求 就是他们会希望是一个 以招财啊 喜庆的主题 所以那时候我主要的部分是 松鼠跟南瓜做结合 就是取一个鼠来宝的概念 我后来就是都是以 自己养的动物 猫咪作为主题 因为毕竟平常生活中 看他们就是在那边打滚啊 翻滚很可爱 然后就会想说那我要用木雕来 想记录一下他们可爱的模样 第一只猫咪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用生活的物件 搭配了它就是成长的过程 就是以一个固定的圆柱体 然后它比如说才刚捡到的时候 这么小 然后它可以塞进去 到它长大之后它进不去那个桶子里面之后的模样 前几年就是博物馆也有开个木工的延期营 然后那一年的主题是取木 就是以一些蒸汽啊 然后热让木头可以弯曲 因为这样可以其实可以打破一些我们平常做木雕的一个限制 因为平常木头没办法找到一个符合自己喜欢的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用人工的方式加热木头 然后弯曲 因为我那一个作品是做一个地球椅的概念 但是我里面的星球不是地球 是那个星球是猫咪的星球 里面有刻了三只我们家的猫咪 这一件作品是我们今年有参加一个连展 是生肖的连展 然后它是一个袖珍大小 因为今年是龙年 我就想说猫咪怎么跟龙做结合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有一些猫咪的头套啊 然后可以带上去 然后假装自己是一只恐龙 这一件是我们第一只猫咪跟第二只猫咪 就是因为平常就是猫咪其实也是会打架 所以他们其实平常感情好像有那么好吗 然后因为刚好看到他们就是一起窝在一个箱子里面睡午觉 觉得哇好棒哦 对然后就把那个美好的时刻记录下来 全台小吃指南500碗获奖名单出炉了 新竹县竹东镇就有五家 正公所要推广在地的美食 也办网络票选竹东好味道 那么有12家入选 最后是由葱油饼凉面还有润饼等五家来获奖 真材实料是获得了韬客的一致好评 大汉韩文好好吃 店家身穿传统韩服领奖 竹东镇公所举办网络票选评价美食竹东好味道 结果出炉 共有五家获奖 让竹东镇的美食在网络上越来越有名 更获得网友的热烈回响 向入选的五位优胜者说声恭喜 竹东美食在竹东 这句名言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竹东 在地好味道挑嘴的网友最知道 正公所筹划一年的票选比赛 蛇家入选激烈争夺 韩式餐厅主打道地韩国料理 舒适宠物友善环境 而纯手工面疙瘩Q彈友禁 还有九种润饼皮每天现做 吸引许多韬客大排长龙 是一间韩式的餐厅提供不一样的体验 让竹东的乡亲有更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我们二楼的话有五只的布偶 布家味精的都是以真材鲜料去做出来 然后我们的面疙瘩也是纯手工去做的 我们都有彩色的皮 火龙果啊咖喱啊海苔啊 然后每天会做一种彩色的皮 那白皮每天都会有 我们常常在研发新的口味 凉面麻酱浓郁 葱油饼新鲜葱花不手软 都是好吃秘诀 有些客人就说 外面的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浓郁 我们家的麻酱我调的很浓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喜欢浓郁的 葱油饼呢每天都是坚持要手做 而且要新鲜绝对不使用隔夜 每一片的葱油饼 我们都要用心还有用爱 真材实料同摆美食 让老涛一日推崇 正公所颁奖表扬 也将持续深入探索 像弄好料 让更多人品尝在地好滋味 为了推广原住民族的野菜文化 新北市原民局与阿美族野菜教母 吴雪月来合作 在市府一楼呢展出了野菜图鉴特展 那么现场介绍了有数十种的 阿美族代表性的食材 要让民众呢实际来接触野菜 了解原住民的饮食文化 原住民族常食用的野菜 您认识多少呢 龙葵的叶子 简单汆烫或是炒过就能食用 黄藤也很常见 通常拿来煮排骨汤非常美味 颜色鲜艳的木鳖果 则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煮或炒 甚至当水果吃都很受欢迎 想了解更多有关原住民族的野菜文化吗 即日起在新北市政府一楼有详细介绍 从小老人家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吃 你只要栽它的嫩叶 舌尖甜一点 没有麻麻的就是野菜 原住民很早就在减碳了 我们从来没有说到很远的地方去采集 周边永远是我们采集的地方 而且原住民的采集 尤其是阿美族采集 绝对不会连根拔起 阿美族是吃草的民族 由野菜教母之称的吴雪月老师 花费超过25年的时间 积极投入野菜的食农教育 以及野菜保种及传承工作 新北市原民局为了推广原住民食的文化 特地与吴雪月老师合作 共同策划地球制造野菜香的野菜图鉴特展 在环境变迁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台湾原住民的 这个农作物的种子 其实是逐渐的失传 那所幸我们花莲县原住民主野菜学校 在细心的这个研究跟保种 还有这个推广下 那让大家甚至是国外的 这个媒体记者世界 那其实都知道我们台湾原住民的 农作物的保种的工作 地球制造野菜香 野菜图鉴特展上菜楼 我们一起把煮杯的水 倒到我们的道具当中 哇上菜楼 倒下生命之泉 象征地球资源深深不息 这场地球制造野菜香特展 展期从即日起到9月27号为止 圆明局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主播陈湘怡 Tnews联播网 明晚8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